尼克妹在幫Ash拍照的時候 在大阪的通天閣外面的那條商業街 在拍照的途中 被日本當地人伸手騷擾到尼克妹 他等於是掀他的裙子 然後以及觸碰到他的身體 對 剛剛就是那個白色衣服的那個人 然後在我們拍照拍到一半的時候 然後直接掀那個尼克妹的裙子 我只能看能不能盡量去捕捉他的特性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旁邊在踢 大家可以看到 就這個就這個就這個 就這個 他剛剛就是在掀那個 大家看他樣子大家看他樣子 大家看就他就他就他 他直接掀人家女生的裙子耶 哇好丟臉啊我的天啊 哇天啊好丟臉啊 好丟臉啊 你看你想幹嘛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the fuck 蛤 先人家女生裙子啊 變態英文怎麼說 變態快點 變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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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跟警察講完了 然後他們現在要過來 馬上就到 所以我們在這邊等一下 好 那個跟大家說一下 在稍早9點多的時候 因為我們在拍照 尼克妹在幫 ESH拍照的時候呢 在大阪的通天閣外面的那條商業街 在拍照的途中呢 被日本當地人身手騷擾到尼克妹 他點是掀他的裙子 然後以及觸碰到他的身體 對 剛剛就是那個白色衣服的那個人 然後在我們拍照都拍到一半的時候 然後直接掀那個尼克妹的裙子 我只能看能不能盡量去捕捉他的特性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旁邊在剃 大家可以看到 就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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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剛就是在掀那個 大家看他樣子 大家看他樣子 大家看救他 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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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他直接掀人家女生的裙子耶 哇好丟臉啊 我的天啊 哇天啊好丟臉啊 好丟臉啊 好丟臉啊 你看你想幹嘛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the fuck 蛤 掀人家女生裙子啊 變態英文怎麼說 變態快點 變態 變態 跟警察講完了 然後他們現在要過來 馬上就到 所以我們在這邊等一下 好 先跟大家說我們已經報警了 然後跟大家講整件事情的始末 我在這影片的開頭先跟大家講 希望大家可以幫助我們 然後我們想要依靠網路的力量 也希望這支影片分享出去 讓這件效應可以更大 好整件事情的始末是這樣 就是五月早上九點 然後到 通天走 然後我們在那個 就是 著名觀光的十字路口 那家商店是 橫剛通通德店 在那個十字路口上面拍照 然後 然後我們等一下拍到人跟通天格的合照 就遇到有人來侵犯 那當時我的狀況是 我有馬上大聲喝止 一開始 尼克梅在彎腰 在蹲下來幫H1拍照的時候 沒有蹲下來 就是電部會彎腰 有點像弓箭步這種 對弓箭步的方式來幫H1拍照 侵犯的一些人就從店裡面走出來 從那個橫剛 通天格的店走出來 結果他們蹲在尼克梅的旁邊 看尼克梅拍得怎麼樣 對 我沒以為就是這樣 只是沒想到 其中一位男士就是 影片上面這一位男士 他就直接掀起 並碰觸尼克梅的臀部 他不是那種撥一下 他是拉起來 撥著這種 對 然後當時遇到這個狀況之後 我就非常的生氣 用我能說的語言 然後來去鶴令他 制止他 但是他們一群人都是犀利少年 最痛心的是沒有入到事情發生的過程 不過我只能慶幸我自己 後來有拿起相機 記錄他們的樣貌 這是我唯一慶幸的事情 也有讓我非常覺得不可思議的地方 就是他們一行人 女生是沒有制止 也沒有收過任何一句話 他們就會在旁邊看著 大家都是女生卻沒有這種同意性 就算對方給朋友做了這麼過分的事 也不應該這樣 可以說是幫兇嗎 對 我覺得一行人都是幫兇 醫師我就用相機記錄他們的畫面完之後 也許你就提議我們立刻報警 那我們報警 然後等警察過來之後 因為我們也是外地人 所以在溝通上面其實就有點困難 所以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來敘述 這事情發生的經過 花了好久好久的時間 然後接著就是我們到警局再做一次的筆錄 那這一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三四個小時就這樣子過了 此時的加害者可能已經躺在窮中休息 對 這種我們被害的人在那邊很難過很擔心 很不知所措 很可惜 我們沒辦法調閱監視器 嗯 對因為 人家說他們會只能自己查 還把他給我們看的 以上這就是這整件事情的經過 我們可以提供的就是那個人的照片 對他一行人的照片 後來當中他們 做完這個舉動之後 他們有送女生上計程車 對 然後上的那個計程車的車牌號碼 對 然後以及他們從店裡走出來的嘛 對 所以那個店應該是有拍到 如果有監控的話會拍到他們 這些證據這麼多的話 應該是不難找到人 我相信觀眾 你此時此刻在想的事情 跟我們此時此刻在想的事情 應該是一模一樣的 這是一隻國際的 迷途案件 對 對 我們語言不同 然後 今天他也不是說什麼重大罪行 大家一定會想說 這件事情 最後一定會不聊聊的事 我也知道我們也不是笨蛋 有可能 對我們也不是笨蛋 我們只能把我們的 能給提供的證據給大家看 街道上面也沒有攝像頭 只有店家才有攝像頭 所以我們其實非常非常非常的有助 我們也需要加一層可以找他的製裁 我跟大家說 日本是我們來最常來的國家 因為我在這件事發生之前 對日本的印象非常好 我覺得是大家都有禮貌安全 因為以前來的時候 日本人都很友善 可是今天發生這件事情 我當下是蠻受到衝擊的 跟剛剛說的一樣就是 我們知道這件案件有可能 會不了了之 那 真的非常希望大家 能夠幫我們一個忙 把這則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看到 而且我知道可能有很多人 都有類似的經驗 在外地 然後受到欺負是要不公平的事 那因為語言不同 因為文化也不一樣 最後可能沒辦法 這是無奈的 雖然你很想要得到一個解決 但是無奈的只好 我們就這樣了 但是我們就從今天這支影片出發 這樣子全世界看到 就是我們在外地 華人也不是好欺負 自己人要多幫自己人 對 就是你們可能此時此刻看到這支影片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 沒關係可能不管我的事 但是也有可能有一天 這件事情會發生在各位黨中 我們避免這件事情繼續發生 如果我們有機會把這件事情 轟多起來成為國際新聞的話 得到大家的關係 我們就有那個機會 有那個機率 讓那些不尊重迷信的人 他們可以得到自己的結智 要看我們不是當地人 就可以這樣子欺負我們 我自己非常慶幸 就是我們出發的這個團隊 都非常的專業 那我在當下也沒有做出太衝動的舉動 因為我剛剛就有跟妮可梅說 我說幸好我自己沒有 沒有出手 對沒有動手 要不然這件事情會變得很 變得可能不簡單 我就沒辦法這麼站著住腳 即使當下我有好幾次想要出手的衝動 也許我非常專業 他是立刻說要報警的 然後把這件事情立案 要不然如果今天是可能換作 我可能某個認識的長輩 他一定會說算了 算了都會是不算 對對對 就是算 就是不行 對然後也感謝我們的經紀人 那個我們慧君 那他在這當中跟警察 溝通協調 因為他是我們當中日文最好的 也只能靠他來 但也不是說可以屁裡趴啦 對對對 無障礙溝通就是會一點 最後就是妮可梅真的 在這件事情受到很大的心靈挫傷 對 所以請大家 拜託求求你們 幫我們分享這支影片 拜託 最後妮可梅有什麼想說的嗎 我覺得今天不管說我穿怎麼樣 或者是這個地方自然多差 我今天遇到人家欺負我 我就是可以替自己發聲 就是要捍衛自己 對 我不能因為說我穿裙子 或是真的自然不好 我會想說啊 這件事就合理化 一點都不合理 我們一直以來我們來日本 而且我們學過日文 我們知道怎麼尊重他 我們知道要怎麼說近 我們知道要怎麼麻煩人家 應該是說我們就是沒做什麼事 對跟他真的沒做什麼事 而且我們很尊重當地 因為這件事情是剛剛發生的 然後讓我發生禮拜六上面 那此時此刻我們的進度就到這 那之後呢 有新的消息會在頻道上面跟大家講 對 好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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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